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破解其中的奥妙 事实上在崔树以前 已经陆续有人怀疑过了 只是没能像崔树这样论述的这么清楚 多数人不怀疑也不奇怪 因为这段历史实在太乱了 始料缺失的环节也实在太多 先看西周和东周这一组概念 本身就很容易让人混淆 我们在初中历史课都被过朝代歌绝 一开头就是 夏商与西周 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古人把夏商周三个朝代合称为三代 周朝分成前后两段 前半段从武王伐咒开始 周武王推翻了商朝 建立了周朝 把首都从父亲周文王时代的封义 迁到了旁边的浩金 今天陕西西安 风水东岸 诗经大雅有一首诗 题目是《文王有生》 同篇都在歌颂周文王周武王先后在封义和浩金建都的封公伟绩 无论封义还是浩金 站在当时的天下视角来看都太偏了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的时代 把政治中心定在了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 并不容易搞管理 所以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 也就是孔子的偶像周公大 着手在洛邑 今天的洛阳一带迎接第二个政治中心 洛邑的地理位置在当时来看属于天下正宗 便利性很强 洛邑的得名来自旁边的洛水 今天称为洛河 古代河流的名字通常都是三点水旁 但洛水特殊 偏旁是表示鸟类的锥就是水的右半边 很可能当地沿河两岸 常见一种被称为洛的鸟类 所以这条河就被称为洛 后来呢才改成了三点水旁的洛 洛水在这一段时东西走向 洛邑位于洛水北岸 山南水北为洋 所以呢洛邑后来被称为洛阳 洛水有一段支流叫做蝉水 这个蝉呢是蝉渊之盟的蝉 南北走向 周公但迎接的洛邑 是由王城和成州两座城 构成的一个建筑群 王城在蝉水西岸 成州在蝉水东岸 洛邑有时候也被称为成州 用来和宗州号京相对 我们从字面上简单理解 宗州的意思是老首都 成州的意思是大首都 搞清楚成州 王城和洛邑的关系 主要依靠的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考古发现 但考古给出的线索 并不很明确 所以争议呢依然很大 古人呢没看过这些考古发掘报告 被各种文献里扑朔迷离的记载 折磨得更惨 搞不清或者是搞错 其实呢很可以理解 从宗州和成州的相对位置来看 宗州在西边 所以也叫西都 成州呢在东边 所以也叫东都 周朝从周武王建国开始 大半营都在宗州 成州呢相当于陪都 传到周幽王的时候 发生动乱 宗州被毁 周幽王的太子 也就是后来接班的周平王 只好啊 东迁洛邑 驻进王城 这件事 史称平王东迁 是周朝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平王东迁之前 政治中心一直都在宗州 这段时期称为西州 平王东迁之后呢 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洛邑 这段时期啊 称为东州 东州又可以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间段 换句话说 西州和东州是时间段的概念 西州指的是周朝的上半场 东州呢 指的是周朝的下半场 但是麻烦来了 西州和东州不但可以是时间段的概念 同样也可以是政权概念 从周显王二年开始 周天子的直下区发生了一场分裂 分成了西州和东州两个诸侯国 在史料里边 他们也叫西州和东州 那段时间的史料本来就又少又乱 再加上这种同名一识的情况 很容易呢 让人混淆 学上加霜的是 明明说的是周天子的直辖区 为什么还有诸侯存在呢 为了把脉络理清楚 我们还需要掌握两个概念 王姬和姬内诸侯 王姬简单讲呢 就是天子的自留地 这片自留地以首都为中心 向此周辐射相当的范围 范围有多大呢 理论上讲称为邦姬方千里 所谓方千里 按照古代驻世家的说法 并不是说方圆一千里 而是指边长一千里 算面积就是一百万平方里 当然这种规整的安排 纯粹出于想象 不过在周朝建国之初 王姬虽然不是一个规整的正方形 当时的里呢 也比现在的里略短一些 但王姬的面积 有可能还要超过一百万平方里 周朝西边以耗金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 东边以洛义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 耗金王姬的东部 和洛义王姬的西部接壤 从耗金到洛义 连成了一片广袤的领土 对应今天的地理 大约相当于从陕西到河南 东西向的距离很长 南北向的距离偏短 这是一个近似于长方形的疆域 这就是全部的王姬 很显然 这片地方有点大 周天子本人呢 就算想管也管不过来 管不过来该怎么办呢 传统的办法 当然只有分封 关于分封制 你应该呢 已经不陌生了 那么新问题是 一旦把土地分封出去 那片土地 不就变成诸侯的自留地 而不再是天子的自留地了吗 天子必须保有大片的自留地 否则就不会有足够的收入 也就过不上体面的生活 在分封制度下 诸侯虽然要向天子进贡 但贡品的礼仪意义 远远大于实用意义 周天子呢 是没法依靠诸侯的供养活下去的 更要命的是 诸侯来进贡的时候 天子必须给出体面的接待 每次接待呢 都意味着不菲的开销 所以孟子说过 天子之地方千里 不千里 不足以待诸侯 大于实说 天子的自留地 如果达不到百万平方里的规模 但是接待诸侯 就能把天子的财政拖垮 所以王姬呢 作为天子的自留地 虽然受限于 当时落后的管理水平 以至于只能分封出去 但这种分封呢 必须和通常意义上的分封 有所不同 换言之 这样的诸侯 必须和通常意义上的诸侯不同 王姬之内 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 手下自然要有各级干部 怎么养活这些干部呢 天子不会开薪水 只会根据级别 分分王姬以内的土地 这些干部 在朝廷里 受天子的直接指挥 下班时间呢 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 作为作父 享受劳动人民 贡献出来的劳动成果 但是 天子只要对谁不满意 就有权收回他的领地 另行分配 而对王姬之外的诸侯 比如你已经很熟悉的 晋国 齐国 秦国 虽然可以兴师问罪 甚至可以处死诸侯 但即便是把诸侯处决了 也还是要从这个诸侯的 进行里边 指定死者的继承人 而不能就这么的 把封国收回来 所以根据上面的标准 诸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叫做 积外诸侯 或者 环外诸侯 封国地处 王姬之外 基本的不参与王室内政 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另一类叫做 积内诸侯 或者环内诸侯 封国地呢 处在 王姬之内 为王室的内政服务 被天子 控制得很死 孔子的偶像 周公诞 就是一位 很典型的 积内诸侯 当初周五王 建立周朝 分封诸侯 把周公诞 封在鲁国 但周公没去 留在周五王身边帮忙 让长子薄秦 到鲁国安顿 所以鲁国实际上的 第一任国君 不是周公诞 而是薄秦 周公的自始至终 都在中央政府 为天子效力 从来没有去过鲁国 那么问题来了 周公的开销 怎么解决呢 如果把他当成 鲁国的国君 那么他的开销 就该由鲁国人负责 但他只是 名义上 授封鲁国而已 鲁国呢 就算想 供养周公诞 也夹不住 山长水月 所以周公诞 在王妻之内 还有自己的彩艺 后来呢 也还有子孙 继续在天子身边任职 继承周公名下的 彩艺 封号和职责 时光仍然 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 周公仪器 从王妻之内 彻底消失了 三进联手 杀掉智瑶的时候 在位的周天子 是周定王 等到周定王驾崩 拿上开始了 一连串的政变 周定王的四个儿子 先是老大继位 然后老二杀掉了老大 窜了位 然后老三呢 杀掉了老二 窜了位 老三大概啊 担心老四照方抓药 就把老四呢 分封到了河南 接续周公的官职 老四受封的这个河南 就是王成 这位老四就是周桓公 顾名思义 他是周国的国君 嗜好为桓 为了和后来出现的 另一个周国相区别 周桓公的周国 史称西周国 周桓公呢 因此被称为西周桓公 他是西周国的第一代国君 这次分封 手笔实在是打得不可思议 王七早已经一简再简 周天子自留地所剩无几 而分封王成 几乎等于把自己的家宅 让了出去 以后周天子就只能到 成州安家了 成州的规模明显不如王成 这样一来 天子的居所 反而不如基内诸侯 篡权尚为了周考王 为了坐稳王位 不惜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把王成分封给了兄弟西周还供 从此 东周时代里就出现了一个西周国 现在西周国已经有了 东周国从何而来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